那麼香港把美元掛開勾了 這是對的一個政策 問題是現在美國看不到 如果結束以後 他們也很早知道他們真正的研究 到底意味著什麼 因為學界和經貿界不再整個的 完全是被犯政治化、犯安全化 他們根本就沒有犯安全 如果你叫他們討論的話 他們會覺得目前美國國會 對香港的很多措施 包括行政部門實際上是值得爭議的 但是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得到 很多人傾聽 那麼這裡邊有一種意識形態 在起很大的作用 那麼這裡邊呢 首先呢 美國的金融部門呢 他是不願意放棄 這個大銀行財團 不願意放棄香港 而且呢 會繼續觀察 而且有時候覺得 比如說我參加這個幾次的會議 覺得中國的市場太龐大了 中國的金融業太龐大了 再說呢 金融它的特點不像製造業 製造業在這個地方走來走去 進出是很難的 是要很長時間 但金融業它很快 這也是個危險的一個地方 正在最主要說 是個全球的力 在新的地方 所以在看